昨天除了联储局议息之外 英伦银行昨天都有议息 有一个加息0.25% 不过大家的关注点就是 它对未来经济前景的评估 其实都挺审慎 甚至可以说是悲观的 其实言论说了之后 英镑就急跌2% 美汇指数就继续在高位横行 还有离岸人民币就持续偏弱 首先两件事 第一就是现在整体环球加减息的情况 你评估美元是否会持续强势 还有在这个背景之下 投资者如果想在股票市场上部署 又可以怎样做 现在其实你见到 美国这样加息 美汇指数仍然强势 但是你见到昨天 其实不单止美 见到债息也扯上去 十年期债息也扯上3厘左右 其实有点反常 正常来说债息下跌 美股就会升 但是现在有点反常 你见到很多资金也拍着 美汇指数 看到美元这么强的情况之下 都不会有什么下跌的空间 看到昨天除了这些美股大跌 有什么消息 看到昨天巴菲特亦增持了一些石油股份 大家可以想一想 石油股份仍然是一个挺不错的投资 板块来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要石油股 石油价格下跌 主要是污河局势持续紧张 所以要他们解决污河战争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说明他们有很久抽 我觉得在短时间之内 要他们停战 基本上就可能性不大了 你又打我不入 你又杀我不死 我又守得住 所以大家在这样交着情况之后 看来都是有很久搞的了 我觉得油价都不会跌穿 怎么跌穿去100元 如果核心领到通胀 压缩之前也说了 有两个因素 第一成本下降 新冠肺炎的全球情况 都会逐温 另一方面资源价格也会下跌 石油是一个很大的factor 其实见到两个因素 都使得石油股扯上去 所以大家买一些股票的话 可以留意着一些资源的板块 例如一些煤炭股 一些石油股仍然是挺不错的投资价值 当然港股的一些石油股 就不是太根基于国际的走势 但你看到中石油 中海油的883 其实见到它 它首个的业绩 其实做得挺不错的 见到首个业绩 它升了接近100% 证明它的油价 就是油价的升幅 都对它们的业绩是有一定的支持 不过是那个股价不跟随 如果不是一早就升到15-16元 如果跟随油价 你看到外国的一些 例如西方石油 这些股票 已经不断地藏了新高 所以如果想跟随油价上升 可以买入一些 美国资产有相关油股的股票 我觉得仍然在这个情况下 仍然都有性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回应你之前刚才说的 你都推介大家留意资源股 特别是西方石油 刚才说到的 这个读者叫Kelvin Kay 早晨 他说通胀高 他怎样看油价呢 现在又有打仗因素 他就问你 觉得油价还会升多少 还有对883的前景又怎样看呢 这样的 因为他就很厉害的 他成本8元就已经买了883 那现在应该怎样做呢 是不是应该再加注呢 其实这一只股票 一定是中长线的发展 看看现在的股价 我们看看883 现在最新就是Kelvin Kay 很明显仍然都比较高期 为什么呢 其实昨天油价又有升上去 所以今天由跌就转升 就算跌幅 这些股票都不会跌得太厉害 现在其实 没有可能这个时候 去减持 因为今季又有派高 派差不多 以这个计算 其实去到13厘 你看看 内地方面 现在883上市之后 其实之前 我在其他节目也说过了 他一定会有机会去回调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你看到就算是 941中国运动 其他的一些股票例 之前较早两三年前 是说981中心国势 之前上市之后 其实 不要紧 不要紧 先回答一下 OK OK 上市之后 其实呢 他有一个挺大的回调 因为其实呢 他的任务呢 其实已经完结了 因为其实之前 炒到这么高的时候呢 其实呢 看到那个 炒到这么高之后呢 其实呢 看到呢 也都 那些人呢 在那些高位上 也都先走一走的 所以来讲呢 其实呢 883呢 其实之前有一个比较大的跌 主要呢 都是一些的 那些投资者 那看到呢 其实呢 他上市之后呢 其实呢 炒高了这些股票 其实呢 那个叫做 历史任务已经完结了 所以跌下去 大概是10元 这些米子 那所以来讲呢 这一只股票呢 其实之前是一个 挺好的 一个投资的机会 在那 那但是呢 现在呢 其实呢 也都出了首位的业势 那它升幅 接近呢 是77% 嗯 那看到 也都派了一个高息 他也都 说了 虽然了 去年 每期设没有派到 亦都 在第一季那里 派了整个元 那所以来讲呢 现在呢 其实呢 都仍然呢 我觉得 中国石油 就是中海油 是一只颈约左右 投资的一个 股票 那所以大家呢 可以大概是 10.08 这些位置 可以再度吸纳这只股票 那我觉得 这只股票呢 有机会冲上一些高位 大约11.8 这些位置 那看看它 有没有机会再度 就是上破一些近期的一些高位 阻力位呢 就一定呢 在大概11.9 这些位置的了 所以大家看着这个位置 有没有机会冲破这个位置 如果没有机会冲破 可能会有 作出一些回跳 但是这只呢 我也觉得 大仗就少回 所以呢 中海油 在今年来说 一些加息的情况 周期之下 还有污澳的局势 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中海又是一个挺不错的 一个叫做投资的策略 因为可以都这么说 叫做财息兼收 油收乳息 局价又在这么稳定 其实我觉得挺不错的 好啊 看好油价的朋友都不少的 那 Ken Yang 就想问一只油价的ETF 就是3175 就是三星原油期货 好 他8.1买了 那现在就虚价了 他说短线应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8.1买了 现在跌了大概 都是7.8左右 去到 那不是跌很多 但是来说 其实这一只股票 仍然就跟那些油价 就跟得非常之铁的 是 油价呢 我觉得短期之内 都不会怎么下跌的 所以我觉得 油价在中长线来说 我仍然都是看好的 那这只股票 其实之前来说 就是负油价 那时候 就是2020年 那时候 其实跌得都挺厉害的 但是现在已经接线稳定了 因为那些油价 已经去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 所以我觉得这只股票仍然可以持有 上网上去到8.5这些位置 去到近期的新高 但是留意着 这只如果去到8.5这些位置 那个油价 正常来说 就会去到120多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也有机会重回上去 但是这些位置记住 就要吃虎走人了 因为去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拜登 就算是美国都会在导出手 去压一个油价 那个油价 我觉得长期油价都会 培会在100元以上 要跌下去 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